懂了?小知识大事件! 历春藕城,张氏,绿回岁晚,冰霜少,春到人间,草木枝,便觉眼前生意满,东风吹水,绿参丝。 历春藕城是南宋初期文学家张氏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,实际年中,冰霜渐渐减少,春回大地,草木最先知晓,眼前只觉一片生机盎然,东风吹来,水面滤波摇荡。 这首诗的前二句,绿回岁晚,冰霜少,春到人间,草木枝,写历春节气到来时的景象,以拟人笔法写草木发绿,以代替具体的描写。 最先告知了春天到来的消息,后两句,便觉眼前生意满,东风吹水,绿参丝,写诗人的悠然遐想。 喜敌人们要善于发现事物的发展趋势,注意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,荣情,入景,十分形象。 诗人从历春这个节日,烟集阳生的特点,采用拟人画的手法,开春草木最先发芽,托寒云外枝质,结句,东风吹水,绿参丝,亦是状物准确生动的好句。 这首诗形象地描绘了历春时节的所见所感,语言质朴清新,以景句结尾,意味无穷,诗人捕捉大地回春景象,眼光敏锐,诗语生动,表达的是一种欣喜的心情。 这就是张氏的历春偶尘,大家都读懂了吗? 这就是张氏的历春节的所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